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实在四方玩具里比较少见 不带电池的 整体玩具的一个用料还是不错的 所谓的特点小配件我们也来看一看 整个是一个散件 我拿到手之后是需要自行拼装的 但是当说不说 这东西确实是比较松散 然后摇摇晃一晃就有这种很明显的松散 还有一款是可变形的一个小人 但是整个的一个变形也是比较简单 给大家去展示一下 整体的胶感还是比较不错的 手部是有一个卡扣的 把它就正常的转过来 至于这个背包这地方 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但细节仔细来看 确实有点肉 不是特别清晰的一个细节 我们再来看一下主体部分 先从这个小坦克来看起来 整体呢 这一次的胶呢 我觉得是做的比较不错的 炮台呢 正常的一个旋转 漆面本身呢 有一点点小刮期 底部的这个卡扣位置 上方掀起 整个这个位置的旋转 手感方面呢 当然我个人觉得是跟NA比不了 快900块钱 但是一个平T版本能做到一个300块钱的价格 我觉得一些小毛病的阶段呢 还是可以适当的忽略 如果原版价格做的合理的情况下呢 应该这种KO的版本呢 也不会去出现 主要还是这个价格才是原罪 如果价格合理的情况下呢 谁去买KO啊 你说对不对 指定都会去支持原版了 这个也是 为什么大家对这款KO比较关注的一个点 倒角的这一片翻开 这个地方是有个卡扣标准的 这个位置也是 好 那胸口的这个地方就算是变形完成了 那这一次呢 是引入了一个灯光设置 但是这个面罩不是特别好打 一点小技巧就是往侧方实力 然后呢 给它通过缝隙给它打开 头雕呢 还是比较不错的 面罩这一次呢 是带了一个LED的光源 你说它都带这个电池了 它不带小坦克电池 多少说不过句啊 有一个自发光的一个机构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火箭的一个面型 外侧的这个图漆 我觉得有点太炸了 包括这个起坐架的这个部分 该有的一个细节还是有 我记得NA原版呢 在这个手指头的这个位置呢 是有齿轮关节 这一次的大力这个版本呢 是没有的 但是好在都是打毛钉的关节 整个的关节的支撑力度呢 都算是不错 这个变形还是让我很新奇的 首先这个地方拉开解锁一下 结合的卡扣位点 然后把这一片解锁 这个位置掀开 好 有这么一个关节 那目前呢 有很多朋友反馈说 这个地方的卡扣呢 它是松的 其实它的重点是在于卡这个地方 所以滑槽滑下来之后 第一个地方 你是要锁定这一侧的卡扣位点 这侧卡扣位点锁定之后 卡扣再卡住 那这个位置 你看 它的这个松紧度呢 就有一定的保证了 这侧的肩关节 这两片 给它这样翻下来 OK 翻出来之后 放置到一边 臂让好 这个双动关节调整过来 这一侧呢 也是一样啊 双动关节 所以说AA的产品呢 我一直都觉得挺妙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它的这个变形 逻辑性和难度呢 都不是很高 但是呢 却能起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作用 好 下一步呢 我们来拆两侧的膝盖 这有两个造型件 把这两片给它翻开 需要讲的是整个腿部的连接的这个地方 这个卡扣的位置 这一侧也是卡扣的位置 第一次变形 这个地方确实不太怎么好翻 我自己呢 是借助工具给它挤开的 大家也可以借助一下工具啊 把它给翻出来 这一侧也是一样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就是一个主体了 然后跨关节这个部分 听一下这个声音 然后把这两片呢 翻下来 地方的一个关节 卡住往上翻 这个地方也是卡住往上翻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凸点 是要结合到这里侧的一个卡扣位点 后面的这些卡扣呢 对应相应的一个点就可以 滑到这个点的时候 这个位置要有一个锁定卡扣位点 这个地方确保之后 往后进行一个按压 再来侧面的面板 这几处的卡扣位点 这个位置给它锁定 这一侧给它锁定 那这个胸腔的这个位置啊 就算是变形完成了 那手部呢 适当避让一下 调整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可以看到 它的结合卡扣这个部分是一个空心嘛 所以说 我们把这个手部调整一下 调整到这个位置之后 两侧的造型键正常的滑进去 滑上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翻开 这两个部分呢 就安装好 拆一下这个部分 这个地方的一个维度卡扣 好 以这只脚掌为例 它这个变形逻辑还是挺简单 首先 整个这个面板旋转一下 然后呢 卷花卷似的 一卷 两卷 收上来 这边也是 翻转一下 有一点是不一样的啊 就是这个结合卡扣位点 这个地方又翻起来 一卷 两卷 翻起来 OK 然后腿部呢 对应相应的卡扣位点 把这个膝关节适当的避让开 这个卡扣的部分是在这个地方图点凹槽 对应一侧的卡扣 先给它锁定上去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锁定位点 这一侧的卡扣 再来锁定上去 在锁定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不太怎么好压 教你个技巧 它是双关 往下先压 然后这个地方在结合之后 再往里按压 OK 那这个地方呢 就变形完成 把刚才那个分件 上后的卡侧位点 给它卡住 一条腿就变形完成 也不算小 两片对折 重点呢 是在于 这个结合位点的这个地方 在这看到了吗 有个结合卡扣 结合卡扣翻过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 两侧卡扣呢 正好和这个方槽 这地方做一个对应 这就是它背后的一个面板 这个卡槽的位置点 我们把它卡槽对应卡扣 按压一下 这一侧也是卡槽对应卡扣 好 两侧 一二三 卡住 29厘米到头顶 这次的用胶呢 我还是挺推荐的 这个头雕呢 是支持旋转的 后面是有这个小炮管的一个细节 你可以翻出来 抬头 有一定的活动性啊 我遇到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 它这个位置的这个盖板卡的不是特别紧实 大家可以看到吗 就这个地方 它实际上就靠这个卡扣来去憋着 底下的这几段卡扣呢 卡的不是特别紧实 前胸的这个炮弹部分 给大家简单来看一下细节 涂装呢 还挺好的 没有任何的一个益漆 然后手部的一个紧实度 给大家来看一下 整个的一个平转关节 做的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觉得肩甲这个位置呢 稍微会有那么一点点松 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地方做一些 简单的调节 这个地方是有点松的 平台是齿轮位点 然后手臂的平转和曲肘的一个 关节力度 但曲肘的过程中呢 容易把刚才我说到的这个卡扣的位置 容易整松 所以说这个曲肘的这个部分 你是稍微是需要先按压一下 再进行一个处理 佩戴的一个特效件都是这种软胶的 安装呢 稍微是要使一点劲 然后腰部的一个齿轮关节 给大家看一下 底部呢 是两个合金关节 脱着脱装的一个合金关节 整个的腿部的紧实度摇晃一下 稍微会有一点下沉 因为上半身呢 比较沉 然后后腿的一个关节 要这样去给大家做一个展示了 支撑力度来说 稍微就差一点了 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个末盘关节实力 这个腿部也实力 平台的关节也是有齿轮位点的 使劲的往上抬动 然后给大家去做一个展示 平台的一个支撑力度还不错啊 然后把玩的过程中呢 会发现这个下盘的地方呢 会有不自觉 有点往下坠的一个感觉 大腿呢 本身是支持平转的 然后屈膝的关节呢 也是比较清脆的齿轮位点 脚掌呢 向里是有一个接地的 外侧的这个地方呢 是做了软胶件 增加了这个产品的一个防滑度 下腰的一个关节是有 而且呢 是齿轮关节 我们来听一下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相比较于NA的售价来讲 这款是不到三分之一 如果说你只想体验一个变形的话 我觉得这款还不错 但是小毛病来说呢 作为一个新厂 还是有挺多小问题的 所以呢 这款圆模圆K的情况下呢 虽然变形的流畅度呢 不如NA的来的那么好 但是我觉得也没说差的特别多 能达到NA的百分之八九十 其实那个样子松紧度啊 和调配的这个手感呢 还是比NA差上不少的 那这个也是本期呢 带来的这款DL01的这款 Q版本NA大力金刚 希望能帮到帮助到各位 那今天视频啊 我们就做到这儿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我们再见了 拜拜 拜拜